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黑提醒大家春节马上结束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Ross Tiger对战SKT的第三场对局 思路清晰,先说BP 关于班人上面 第一场比赛的复盘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 这里就不过都赘述了 这把因为Ross Tiger换到了蓝色方 不需要扛暴女这个半位 所以他们率先出招了 由于己方具备一场资格 但是红方的SKT能反手拿下两个版本英雄 所以这一把Ross Tiger 大概率是拿不到卡尔玛的 直接搬掉了事 还有一层含义是 搬掉当时BP率最高的辅助 隐隐还有逼Wolf继续拿杰拉的意思在 就看SKT敢不敢拿 上一把杰拉被针对得那么惨 有一定原因是开局交了闪现 所以在教练询问Wolf 是否需要处理女枪的时候 因此这一局 SKT并没有针对这一点 BP结束后 双方的阵容几乎与上把一样 这场BO5的天王山之战正式开始 双方这局比赛 开局没有在搞事 除了1分30秒 奥拉夫强行往Ross Tiger篮区做了个演 这让SKT知道了芒森的开业路线 同时 Ross Tiger也能反推到 奥拉夫是上面去开的 因为1分40秒野怪刷新 奥拉夫不可能有时间 再去篮板去开 双方都明牌了 这把我要打下半区 不过在2分49秒的时候 Smip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作 他去核道放了一个眼 明知道奥拉夫在下半区刷野 这个眼不是多此一举吗 其实这个眼 正好验证了第二局复盘中 我们说小华生研究了Blank的刷野路线 这里Smip明显是把Blank 又像之前一样 刷到下半区 又去控上核道线 提前布下的防守眼 初期双方是和平发育 没有产生什么人头 只有中路一波飞壳眼位 提前看到的Gank 在Faker灵巧的走位中 躲掉了芒森的贴脸Q 不过这不是最精彩的 精彩的是 后面Kuro利用这波Gank 强行把兵线压到Faker塔下 然后Faker的操作 引起现场的一阵欢呼 很像这种偏团的 其实是不同类型 八条是一个很扎实的团战中单 这一波Faker的塔刀 是受到了好像现场观众的一阵惊呼 然后就看到5分钟 Faker的补刀就领先了11刀 作为本场比赛的重头对线 游戏已经进行到了7分多钟 下路还什么都没有发生 看上去 都只是在和平发育 殊不知 此时Rost Tiger的下路 已然暗藏杀机 Pray在升6的一瞬间 秒射大招 Wolf根本没反应过来 觉得吃剑 Gorilla提前闪现套点燃 不让Wolf闪出攻击范围 随后 芒森一击预判女警一进的天一波 潇洒而闪 将女警踢回 寒冰打出双杀 下路就此打开局面 看上去 Rost Tiger的进攻 就很朴实无华对不对 然而 你以为这一波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为了策划这波进攻 Rost Tiger已经准备了很久 5分20秒 Rost Tiger下路推完线回家 女警卡线 单吃了一波半小兵的经验 由于兵线将会点 往Rost Tiger这边靠 所以这波线 将会是SKT的缓慢回推线 Pray利用这一点 上线之后空线发育 导致女警 几乎漏掉了一整波炮射线的经验 这是其一 其二 女警上线之后 去草丛做了个针眼 Rost Tiger知道这一信息 但一开始没有想排的意思 只是Pin了个信号 6分41秒 Pray一发手电筒 照到针的石头人处 回城的阿拉夫 且知道了红buff的即将刷新 知道阿拉夫出来后 要先刷红 Pray思路逐渐清晰 他将利用6分50秒这波炮车线 强行升6搞事情 所以我们能看到 芒森回城后 直接往下路走 而在炮车兵上线后 Pray用上所有技能狂退兵线 并且女警之前留下的针眼成为了伏笔 女枪假装去排针眼 实际上 却把一部分经验 让Pray担持 Pray吃到这个炮车的经验后 等集中于反超女警升到6级 假装补剩下的远程兵 实际上 却是一发大招出手 这时候就要说到一点了 寒冰大招的抬手动作 和平A的抬手动作很像 而且 Pray这个向前走的一步动作 太有迷惑性了 直接导致杰拉猝不及防 吃到了这一发大招 双招全交 虽然后续奥拉夫赶到 收下了女枪的人头 但其实 从此时开始 下路基本可以说是乍现了 后续的剧情就是 寒冰利用杰拉没闪这些信息 一直把剑射到杰拉嘴里 再配合女枪的大招完成秒杀 此时小黑也知道 下路基本已经没法帮了 只能寄希望于中路的Faker 和上路的Duke 10分15秒 Blank在Rostag野区 做了一个视野 既能保护Faker 又能方便控容 这个眼威的价值 很快就体现了出来 视野补着到盲森的F4 飞可叫上杰拉 直接一套把盲森秒杀了 自此 中路获得了不错的优势 而下一个突破点 就上路了 其实Smip作为顶级上单 已经意识到这点了 吃完塔下兵 就一吃野怪 而且 盲森在上半区 也看到了阿拉夫 时间拨回到14分25秒 Duke吃完这波线 就去了草里 Smip防他草里蹲也不上线 30秒之后 Smip一直没有看到艾克露头 自然以为艾克已经回程了 但没想到 艾克根本没走 硬在草桶里 蹲了30秒 配合赶来的奥拉夫 击杀了Smip 此后 更是成为了SKD的突破口 注意此时 SKD把视野中心 完全放在了上半区 就是要针对没闪的蓝博 Smip连续被击杀了两次 SKD上路 也获得了一点优势 不过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野斧也被Ross Tiger赶来的队友击杀 这里有个细节 很多小伙伴认为 Pray是盲视野 射用杰拉 但其实不是 应该是寒冰视频眼照的杰拉 直接射出的键 Ross Tiger打出一换二 到此时 双方总体来说 是六四开 Ross Tiger下路大优势 SKD中上路小优 且SKD阵容后期更强 具备将比赛拖到后期的资本 所以Ross Tiger 必须将节奏加快 五人抱团 直接配合寒冰的优势 迅速推塔 中路这波推进 Ross Tiger还玩了一手小型机 小花生的盲森 故意踩夹子 诱骗女警 Ban果然上当 直接接了一发Q Pray卡住女警方Q的僵直 直接控到女警 三个大招瞬间接上 可见是预谋已久 Ross Tiger成功拔掉中一塔 这个最关键的外塔一推 让寒冰大招的威慑 更胜一筹 此时SKD原本应该要避战 时间越往后拖 对他们越有利 但是 作为未免冠军 抓机会能力 也是世界顶级 再看到寒冰大招 被奥拉夫顶了下来 Wolf捕捉到这一线机会 闪现一蓝薄 但是预判蓝薄回头走为失误 Smip反手一个大招 配合维格托直接秒上握 后续小花生想要扩大战果 但这一次 Ban没有再给他机会 虽然小花生操作很秀 但Ban的E技能 及时调整了位置 让盲森的回旋梯 没有达到想象的效果 双方勉强达成一换一 原本以为这波团战 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 之前SKD一只帮的Duke 终于在此时 体现了他的价值 SKD拼了下上路 即将推到Ross Tiger塔下的兵线 再加上Ross Tiger盲森阵亡 SKD获得了一个推中塔的机会 但是Ross Tiger强行守塔 在后续的对拼中 艾克强行击杀了Ross Tiger的下路双人组 双方再度打上2-2 SKD本来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一波 把Faker的双招打了出来 这个时间 自然是会被Ross Tiger牢牢记住的 没有守护 那个时候 射击确定 一双耀 一双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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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很难受啊 Ross Tiger这一次 没有再给SKT机会 一波结束了比赛 从这场比赛来看 很明显 Wolf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他低估的不仅仅是女枪 还有Pray 这场比赛 Ross Tiger就是从下路打开的局面 虽然SKT也通过对上路SMAP的针对 以及Faker的个人实力 牢牢地将局势咬住 但是最后 Pray卡住Faker急跑CD的大招 绝尚了比赛 至此 1比2落后的SKT 已经陷入了绝境 他们会如何来应对这种局面